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大家看到 哎 跳绳 用到的是一根绳子 然后再看下面一幅图 哎呀 这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小孩 他们在干嘛呀 他们在拔河 是不是 他们在拔河 好 接下来杨老师要考验大家的记忆力了 嗯 我提一个问题 刚才同学们 你们看到的两样东西 他们有什么相同点 咦 他们相同点都是什么呀 都拿了绳子 一个在跳绳 还有一个在干嘛 在拔河 好 这是相同点出来了 那 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有同学觉得 嗯 杨老师 这不同点就是有一个在跳绳 有一个在拔河 是不是 嗯 我说 不对 那个不同点 大家从绳子方面考虑 绳子方面考虑 一个绳子是怎么样的呀 哇 一个绳子 我们跳绳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 跳绳的时候 这个绳子是直的吗 不是 是弯的 对不对 而我们拔河的时候 你看一看 这根绳子是直的 所以它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一个弯的 一个直的 好 接下来 杨老师给你四组绳子 一二三次 你来给我分分类 你按照什么来分类呢 啊 有同学觉得 杨老师看一下 这个绳子中间什么 要直的 还有弯的 那我可以按照什么来分类呢 按照 直的分一类 弯的分一类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是直线 还是不是直的 把它分成两类 直的和弯的 那现在杨老师问大家了 你能把弯线 它变成直线吗 弯弯扭扭的弯弯的线 你能把它变成直线吗 会不会变 怎么变 直接拿着绳子怎么样 把它拉直 这就直了 对不对 把绳子一拉 它就直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条直直的 一条线了 那我们呢 要把这条线 今天要给它取一个名字 把它取到什么呢 这条线啊 我两手之间的这一条线哦 叫做线段 哎 大家看 我两手之间的这个叫做线段 线段是直直的呢 还是弯弯扭扭的呀 哦 是直直的 对不对 你看直直的一根线 所以我们的线段啊 它是直直的 哎 大家再来发现一下 嗯 我的线段是从哪里开始哪里结束的呢 那你开始哪里结束的呀 哦 我是不是从我的一只手的指尖开始 然后到另一只手 哎 这个短点结束的 对不对 哎 所以啊 我们把线段哦 这两头呢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结束 这两头啊 叫做它的端点 哎 这一点 大家看好 从这里开始的 它叫端点 哎 叫端点 另一点呢 也叫做端点 好 大家看 这一条线段 有几个端点 有两个端点 是不是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呀 把这个要拉直 拉成直直的 这个叫做什么呀 一直重复的 叫做 线段 是不是 好 叫做线段 那杨老师说 线段哦 它可以是挖挖扭扭的吗 不可以 哎 线段 它可以只有一个端点吗 不行 那谁来告诉我 线段 它的特点 有哪些呢 哦 一个是 直直的 另一个呢 有两个端点 有两个端点 我们可以标一个点 哎 标两个点 这样用 哎 标两个点 同时呢 你还可以画一根 小小的 哎 小小的线 代表它的端点哦 好 那我们来看 什么是线段呢 哎 再来说一遍 线段 是一条直直的线 并且有两个端点 对不对 哎 我们哎 线段是直直的 两手之间的 一段呢 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线段 是不是 看作线段 那我们来看 分析一下 它的特点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线段的特点 有哪些呢 第一 必须是 什么呀 怎么样的 非常好 直直的 是不是 第二个特点 是什么 线段 它能叫无穷无尽的 这样言什么 它有两个 哦 有两个 端点 这是我们线段的 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哦 第一个 直直的 第二个 有两个端点 好 现在看杨老师做实验 你说杨老师 这样是上拿一根线的话 它是线段吗 哎 它是线段 哎 如果我这样拿呢 它是线段吗 哎 它是不是 有同学觉得不是 杨老师 你把它梳起来了 但是我们看 线段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直直的 第二个是什么呀 第二个是 有两个端点 所以我这样一拉 这条线还是直直的 并且有两个端点 哎 所以这是线段吗 也是 那我要这样拉呢 它是线段吗 也是线段 第一个 它是直直的 第二个 怎么样 它也有两个端点 对不对 哎 现在我们初步了解了 什么叫线段 那我们现在马上测试一下 看你对线段了解多少 哎 下面一二三四五六 下面有六个图形 哪些是线段 哪些不是线段呢 大家看到 第一个图 它是线段吗 第一个图 它是线段吗 哎 第一个图 哎 是一个圆 它的线 你觉得它是直直的吗 哎 它不是直直的 所以 它是线段吗 哎 第一点 就不符合 线段必须是直直的线 第二点是什么 还有两个端点呢 是不是 它有端点吗 也没有 所以 第一个图形 我们是不是很快能够得出来 它是 错误的 打一把 打大的 唱 好 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图 有同学觉得 啊 杨老师 这第二个图 好像是 哎 你看 它 有两个端点 同学们觉得 你觉得第二个图 是线段吗 不是 为什么呀 因为它中间那根线 它是直直的吗 它不是直直的 它是 弯的 对不对 所以第二幅图 它是线段吗 不是线段 要怎么样 打一把 唱 那我们再看看 第三幅图 第三幅图 它是线段吗 哎 考虑 第一点 怎么样 它是直直的 第二点 有 两个端点 所以 它是线段吗 就是线段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给它打一个 打个勾 嗯 再看一下 我们下面这一个图 这个图 它是线段吗 哎 有同学觉得 杨老师 我看它好像是线段 它是直直的耶 然后它好像也有端点 但同学们 你看 这个图 它的端点 只有几个呀 只标出了一个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随线段是有几个端 那段 想想 有 两个端点 它只有一个 它是线段吗 所以它就 不是线段 我们要打一把 唱 对不对 哎 打一把 唱 接下来 看一下 下面这一个 嗯 输起来的 输起来的 它算是线段吗 也算 我们线段只要满足 两点要求 第一点 什么 哦 就直的 第二点 两个 短点 非常好 有同学 杨老师 你看 这一个图 它不是标点的 它的端点 不是标点的 它标了一个小小的 哎 短短的一根 横线 那 杨老师刚才说过没有 我说可以标上 两个 哎 实心的黑点 表示它的端点 同样的 我还可以画一个 小小的 端线 也表示它的端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图 它是线段吗 哎 它就 是线段 我们要给它打一个 勾 哎 打一个勾 接下来最后 这一个图 大家觉得 它是线段吗 不是 为什么 它好像两点要求 都不满足哎 对不对 第一个 它是直的吗 不是直的 第二个 它有两个端点吗 也没有 所以这道题 我们要打一把 大大的 插 哎 打一把 大大的插 哎 刚才 我们都已经 认识了线段 现在大家 能分清 什么 是线段吗 哎 能分清了 那现在 杨老师 要大家找一找 这些物体当中哦 哪里有线段呢 来 我们看一下 第一幅图 它是什么 第一幅图 是一本大大的书 哎呀 我们从这本书中 你能找到线段吗 线段 它就是必须是一条 位置直的线 并且它还有两个 端点 你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吗 哎 大家看到 一定有很多同学 发现了许多 对不对 好 杨老师找到了一条 同学们看 是不是 我找到的是这一条 我在书的边上 发现它的书的宽度 书的宽度 是不是 一条线段呀 有两个端点 然后直直的一条线 是不是 所以 这书中 你可以找到很多条线段 杨老师 找到里头 其中一条 那下面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只 长长的铅笔 那长长的铅笔 你能找到线段吗 能不能找到 哎 长长的铅笔 你的铅笔尖 到铅笔的尾巴 可以看成两个 端点 那中间的这条线 就是什么呀 线段了 是不是 哎 不错 那看 杨老师把它标出来了 哎 两个端点 标好了 中间一条直直的线 必须是直到 如果你是歪歪扭扭的话 这不是线段了 必须是直到 两个端点 好 那铅笔 我们也找到 它藏着线段 那接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板凳 哎 一个石凳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石凳 你能发现线段吗 能不能 哦 这还不容易 刚才我们铅笔都找出来了 那这个石凳 我们也能轻松的找出来 那这个石凳 它的线段端点在哪里呢 端点在哪里 哦 有同学找到 杨老师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石凳的表面 哎 石凳我做的地方 我的左边到右边 都是它的端点 然后中间 做的这个长度 就是它的线段 大家觉得对不对 哎 是对的 那这道题 我们的线段 看杨老师标出来 等 是不是这里的线段 还有吗 哎 还有它前面的 也是不是一根线段呀 哎 石凳 我们前面的 也是一根线段 那接下来 同学们看看 杨老师最后这幅图是 一块黑板 那黑板中 有线段吗 同学们 你能找到黑板中 有线段吗 哇 就是找它们 有没有两个端点 有没有直直的线 对不对 找出来没有 哇 黑板的怎么样 黑板的长度 是不是就是一根线段 哎 从黑板的左边 到黑板的右边 分别是它们的端点 中间 直直的一条长 是不是它们的线段了呀 哎 很好 中间就是它们的线段了 那杨老师也把它 端出来 嗯 这就是黑板中间藏的线段 那杨老师再给你提个问题 你觉得黑板 我这样你看哦 你能发现藏着几根线段 发现藏着几根 哦 同学觉得我上面有一根 那我下面肯定也有一根 对不对 咦 我左边和右边呢 有没有 是不是竖着了呀 竖着的 只要它是直直的 并且有两个端点 它也是线段 对不对 所以你从黑板中 你能轻松的看到有几条线段呀 哎 有四条线段 哎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线段了 那要是抛出一个问题呢 你说这个线段哦 可以量吗 哎 线段可以量吗 我们知道 嗯 线段它是有两个端点的 它的长度是 确定下来的已经定下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量量看 好不好 看它到底能不能量 哎 在量线段之前 我要给大家 一些问题 我怎么来量物体的呀 用什么东西量 用尺子 非常好 我们身边的尺子 那我用尺子量 我就这样量 我什么都不看 这样量 可以吗 不可以 我们尺子上有一个关键 从这一点出发 起跑线的 是谁 刻度0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量物体的时候 肯定要怎么样啊 从刻度0开始 那我们就一起来量 一根线段吧 好 我们来看 杨老师把它摆齐了 你觉得我摆的 对不对 哎 我摆的是正确的 因为我的0 刻度0是对齐了 哎 我要量的这根线段的 最左端 对不对 然后 我跟这条线 是不是保持平行了 哎 对齐了 对不对 我把它对齐了 接下来 我怎么看 这根线段长多少呢 你看得出来吗 长多少 哦 90 刻度线 对齐线段的左端 然后我们再看 它的右端 是对准数字几 长度 就是几厘米了 对不对 现在看 这一个线段 我们的最右端 是对齐了数字几 对齐了数字 我 那我的答案是 我 还要带什么 单位 五什么 我 厘米 哎 你要说五厘米 切记哦 我们两个物体的时候 说出数字 不对 一定要带上你的单位 带着单位走 好 这道题就是五厘米 好 同学们看 这是杨老师的一把尺子 现在我们要测量一样东西 咦 我先把尺子拿出来 然后 我把线段展示出来 哎呀 同学们看 杨老师 这样量 对不对 哎 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 我的零刻度线 对齐物体的最左端没有 对齐了 然后 我的尺子 是不是对齐了 这一根线段的长度呀 也对齐了 所以 我这二两是准确的 那现在 我们就来读一读 这根线段 它的长度是多少呢 读一期之后 我们就看 哎 最右端 它是指着数字几 那我们就读做几 对不对 哎 发现 它现在是指着数字几的呀 指着数字 9 所以我们 这根线段 是长多少 9厘米 哎 切记 你一定要把单位 给带上哦 把单位带上 刚才我们一起认识了线段 哎 同学们是不是对线段 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那我们一起来 现在做一做判断题吧 好 我们看一下判断题 第一题是什么呢 教室墙的四条边 不是线段 好 我们看一下 教室的一面墙 它像一个什么形啊 像一个长方形 或者是正方形 对不对 哎 它说这四条边 不是线段 你觉得对不对 哦 有的同学觉得对 有的同学觉得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像一个正方形 或者长方形的话 它是不是有四个端点 对吗 哎 有四个端点 我们线段 它的特点 这一是长长的 直直的 对不对 哎 直直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 有两个端底 你说它的每一条边 是不是有两个端底啊 是的 所以我们这四条边 它应该都是线段 所以它这种说法 对吗 哎 不对 我们应该打一把 大大的插 哎 打一把大大的插 那再看一下第二题 在一条直直的线上 两点之间 就是一条线段 对吗 哎 另外想到线段的特点 直直的和两个端点 既然是在一条直直的线上 两点之间就是一条线段 对不对 哎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即是直直的 又是有两个端点 好 最后到我们第三题了 第三题它说 线段哦 它是不可以量出长度的 哎 线段是不可以量出长度的 是不是 我们刚才量出来没有 哎 刚才我们是不是都做出来了 已经量出了两条线段的长度了 对不对 所以它这种说法应该是 错误的 哎 错误的 所以最后我们要把线段的特点呀 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点 仍然是直直的 第二点 哎 有两个端点 你说第三点 杨老师要加一点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哦 它应该是线段 有长的 也有短的 并且都是可以进行测量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都进行测量了 哎 现在同学们既认识了线段 你又会测量线段 那 你会画线段吗 如果杨老师要你画一条线段 你会画吗 我们就用尺子来画出一条长三厘米的线段 好不好 来 我们把尺子拿出来 弄笔画一条长三厘米的线段 好 我们来画三厘米的线段 拿出尺子 依然是要注意 你在画线段的时候 就像在量物体的时候 从哪点开始啊 从零刻度线开始 对不对 从零刻度线开始 像一条起跑线一样 画到哪里结束呢 哎 就画到三厘米的地方 就结束 所以它就代表是几厘米的 哎 代表就是三厘米的线段 你画完之后 最好还要标个什么呀 标好它的端点 对不对 把端点标出来 这才是完成了画好的一条线段 好 那杨老师来教大家一下 画线段的儿歌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这首儿歌是什么 嗯 画线段儿歌 左手压尺 用点力 左手压住尺子 嗯 用点力 右手握笔 轻轻移 画上端点 别忘记 好 一起来跟着杨老师 边动手势 边来读这首儿歌 好不好 一起 左手压尺 用点力 右手握笔 轻轻移 画上端点 别忘记 是不是 哎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会画线段了呀 哎 记住这三句儿歌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来画一条线段吧 又开始动笔画了 这一次杨老师要大家画的呢 是一条比五厘米还要长三厘米的线段 哎 那我到底是要画一条多长的线段 我还没有直说呢 我是绕个弯子在问你呢 大家觉得杨老师其实是要大家画一条多少厘米的线段呀 几厘米 首先是不是我要算一下 嗯 杨老师个真坏 首先线段都不让我们好好画 还让我们算一步 那应该怎么算呢 比五厘米长三厘米 哎 是不是 我加上三等于八厘米 对不对 哎 既然我们画条八厘米的线段 杨老师再问了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从零刻度性开始画 是不是 从零刻度性开始画 画到哪里结束 画到八厘米处结束 画完之后 没了 还记得要做什么 做什么 哎呀 标上两个端点 标好之后 它就是代表一条线段了 对不对 哎 要把它标好 好 接下来 杨老师出一道思考题给大家了 你说啊 如果我给大家两个点 你说连接两点呢 他可以画几条线段呀 只有两个点 嗯 有同学觉得杨老师你给我两个点 我可能画线段可多了 比如说 哎呀 我这两个点在这 我这里可以画 这样可以画 这样可以画 这样也可以画 那大家觉得杨老师刚才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都是线段吗 不是 那只有哪条是线段呀 只有中间 这一条才是线段 对不对 哎 只有这一条才是线段 那两连接两点 可以画几条线段呢 哎 好像只能画出一条 是不是 我可以画出很多条线 但是线段 我只能画出 嗯 一条 仅仅一条哦 看 连接两点 就只能画一条线段了 对不对 好 刚才杨老师给出两点 你只能画出一条线段 杨老师现在给大家把难题出大一点 我给大家三点 你能画出几条线段呢 几条 那杨老师 那这个有很多条呢 我可以画不完 真的画不完吗 你们来画一画 咦 连接三点 只能画线段哦 哦 有同学思考出来了 怎么画 一条 是不是 还有吗 两条 还有吗 三条 还有吗 还有吗 没有啊 所以 我给出三点之后 你就可以画几条了呀 哇 你就可以画三条线段了 哎 你就可以画三条线段了 所以 这里画了三条线段 你还可以构成一个什么图形 哎 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所以 你有三点的话 可以画三条线段 两点呢 只能画出一条线段 对不对 好 最后杨老师 给大家复习一下 嗯 线段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特点 对了 直直的 第二个特点 两个端点 第三个特点 什么 可以量出来 对不对 长度是可以测量的 那好 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继续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